民間鄉靠近民剛國小的路段 這個地方路寬不大 公所就擔心轎車經過會摔入水溝 所以在路邊裝了四十根的防撞桿 沒有想到有三十幾根竟然被人家割斷 公所就說這樣子是毀損公務 他們已經報警 請警方找出惡意破壞了人 原本有將近四十根設在路邊 防止車輛掉落到水溝的防撞桿 現在只剩下四到五根 還是完整的 其他的疑似被不明人是割斷 然後丟在路上水溝或草地中 這樣很齊 切得很齊 防撞桿設立的位置是南投民間 投三十三縣道 靠近民剛國小附近 縣府為了安全 裝防撞桿 在路旁卻遭到破壞 工作說約六七十公尺長的路段寬度幾乎都小於三公尺 回車不容易 懷疑可能是有人不滿防撞桿讓路變更小才割掉 但這樣已經算毀損公物 會請警局調閱監視器 找出破壞的人依法求償 我是新聞 無連 張春風 周大小南投報導